吉兰丹华旺生原住民染病事件 以及若福州巴西古丹空气污染风波 引起了在野的马华工会的高度关注 熟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 今天把炮火对准了卫生部和环境部 斥责政府在应对紧急状况上无能和失职 马华熟理总会长马汉顺 今天在党总部召开记者会 谴责卫生部没有妥善处理 华旺生八抵原住民染病死亡案件 也没有公布调查结果 或解决方案 他指出 大马斯人职业医生联合会的水质化验数据显示 刮拉哥村水源的猛含量超标 比世界卫生组织的每公升0.1毫克标准 还要高出25倍 继而质疑卫生部是否用采取应对行动 马汉顺也不能苟同卫生部要求原住民妇女节育降低贫血风险的方案 他认为这是本末导致的作法 针对巴西古当爆发空污事件 马汉顺直指卫生部和环境部 没有让民众了解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金金河的水源酿本中有可致癌物质 他促请有关当局当机立断采取行动 避免为时已晚 八度空间张雨轩 吉隆坡报道